今天节目的第一个焦点要带您到蒙古国 去体验一下当地的旅游运动风潮 台湾人这几年疯路跑 还从台湾跑到国外去挑战不同国家的国际马拉松赛 其中也包括了距离台湾由2900多公里远的蒙古国 这是世界第二大内陆国家 人口大约300万人 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小的主权国家 而且部落里头保有13世纪游牧民族的生活 跑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运动兼观光 黄和庭带我们深入体验蒙古之美 说到蒙古直觉联想就是草原跟蒙古包 其实就蒙古国的首都乌兰巴图为例 就还有60%的人是住在蒙古包里 更不要说是蒙古部落 到现在还保留了传统游牧民族的生活 飞越2900公里 航程超过半天时间 来到蒙古国 他们不光只是跟团旅游 开腿 二 三 我现在就是伸展 让大腿肌肉唤醒 清晨六点不到 换上跑鞋热身准备 手套外套还得加上毛帽 一般旅行团可能还窝在蒙古包里睡 但他们已经跑在草原上 绕着蒙古部落的小山丘 路线规划10公里 它在城市里很不一样 在蒙古路跑跑的是草原 还有沙漠 看着蓝天跟壮阔的景致 唯一要注意的是 这边的温差真的是非常的大 现在大概只有10度不到 也因此即便是5月份 我穿的还是跟冬天一样厚 蒙古国因为纬度高 不管什么季节来 日夜温差大 早晚冷得很有感觉 但自然风光和原始特色 蓝天 绿地 还有放牧的马裙作伴 边跑边拍照 哪还记得刚刚起跑时 有多冷啊 这里这里 耶 刚跑的感觉就是很舒服 可是很冷 风景真的太好了 最不能跑快 然后一直拍照 一直拍照 80K路跑结合在旅行中 行程不变 只是每天得早起一点 清晨起跑 跑完再观光 六天午夜 踏遍戈壁和草原 看的是大漠风景 难度也蛮有挑战 沙漠啊 然后大戈壁啊 草原 想要在草原上奔跑 然后这是我的第一次 蒙古 我觉得没有来过 所以就想说来看看一下 我觉得体验一下当地的风情 然后来结合平常 喜欢做 就是很热爱运动 觉得很不错 就是跟生活结合在一起 他爬坡原则上 一上坡大概都200公尺以上 那斜度大概有45度到35度之间 所以说对我们跑者而言 跑起来是很辛苦 草原中不乏路跑好手 在草原马拉松 以50分05秒拿下单场第一名 刘哲宏跑03年 参加过澳洲新加坡 和日本等国际马拉松赛事 今天第638天 不间断的跑步 前连电集团经理 现在是企业培训顾问 今年52岁的Roger 5年内参加过30场全马 跑过中二跨境 和黑龙江冰上马拉松 逃出国对他来说 不单纯 只是用双脚丈量世界 今天风大 主要是 关键是风非常非常的大 逆风又爬坡 真的是很折磨人 只不过这个就体验马拉松精神 马拉松精神其实就是 在每一个难关 觉得自己快撑不过去的时候 再坚持一点 最后都还是可以迎难而上 我觉得这个是 很像是人生 运动可以自我挑战 旅行则是帮生活充电 结合在一起 要擦出火花 心情会比较好一点 因为毕竟在台湾跑 大概都是看车子在那边 开来开去而已 所以在这边呢 这边大桥原则可以让心情放松一点 边玩边跑只是开胃菜 旅行团有230人报名参加 都是冲着蒙古马拉松而来 这里是陈景思汉广场 在我后方是乌兰巴夫的 应会大厦 旁边还有文化中心跟剧院 两旁是市区的主要道路 在今天车辆全面进空 要举办国际马拉松赛事 各位先生 我会认为蒙古马拉松赛事 连续举办五届 乌兰巴夫国际马拉松 和其他赛事一样 吸引各国好手 来自17个国家地区 3万7千名跑者 在海拔1350公尺的比赛中 挑战全马半马10公里和5公里 从赛事到滑雪 还有登山骑单车 带有主题性的运动旅游 随着运动热 每年全球以41.45%的速度成长 除了跑出名的东京马拉松 纽约 德国 越南 都有类似旅游行程 相较之下带团到蒙古玩 除了比赛还兼顾观光 和自由行不同 日估报名人数 有5倍成长空间 全年营收达到千万台币 锁定有运动习惯 又爱旅游的消费群 从台湾跑到国外 搭上大运动经济 也是年优客量 47万人的蒙古国 力拼观光的亮点 TVB的新闻 陈云黄庭 蒙古国采访报道